节目一开始要先带您观察 最近有很多的大企业 释出了财暴展望 不过似乎都透露出了 明年的景气可能有放缓的迹象 市场也在担心 如果FED还是坚持升息收资金的话 少着热钱的益助 会让全球已经冷嗖嗖的金融市场 雪上加霜 不过就在上个礼拜 FED主席鲍尔的态度 好像开始转变了 而且最新更传出 FED可能会在明年的春季 考虑暂停升息 根据德国MNI通讯社 引述匿名人士的报道表示 FED正在开始考虑 至少停止一次升息 而且最快可能在明年的春天 就会结束升息循环 报道还解释 尽管今年12月升息的决定 几乎是已经定调了 但是明年3月到6月 到底要不要升息 争辩将会更加剧烈 美国财经节目主持人 Jim Kramer也认为 12月将会升息 但是他也警告 如果FED持续维持升息的步调 那么将会严重破坏 美国的经济成长 Jim Kramer提出了6项 明年应该要暂缓升息的旅游 我们就一一带您来看 第一个原因就是 股市正在崩盘 无大金牙股份 近期股价大跌 就是股市疲弱的象征 而且当投资人 在股市当中亏损很多的时候 当然也就会花比较少的钱 去投资股票 这样将会进而导致经济成长减缓 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油价暴跌 因为投资人越来越担心 全球经济放缓和供过欲求的问题 所以美国WTI云油期货的价格 已经来到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如果油价在未来的几个礼拜 持续下滑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 油价就算跌到每桶40美元 也不足为奇了 第三个原因则是因为零售业出现了疲弱的情况 尽管许多零售业者都表示 今年假期的销售表现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FED不该忽略零售股表现不佳的事实 零售业者正在高额关税实施之前 已经囤积了很多的库存 如果无法顺利的销售 那么就会导致降价求售的恶性循环 而第四个FED应该要暂缓升息的理由 在于美国的房市其实很糟糕 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指出 单户住宅的开工率 现在正在呈现四个月以来最缓慢的成长 而且房贷利率已经攀升到5% 如果开工率持续下滑 可能会使建造业开始裁员 而第五个因素则是在于关税 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压力 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 从10%调升到25% 将会造成企业庞大的压力 而到时候攀升的成本 就可能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 间接伤害了厂商的利润 而最后传统产业汽车的需求也正在放缓 美国目前平均车龄为11年 高于过去的平均值 而且上个月二手车的价值下跌了1% 这六项指标都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Jim建议FED应该要重新审视 有没有持续升息的必要 尽管说了那么多 不过高盛和小摩都不认为 FED会因此改变升息的步调 高盛指出从1994年以来 只有在其他金融指标也严重恶化 或是经济成长跌破长期趋势水准的时候 FED才会转为宽松 因此预估明年还会再升息四次 而小摩则是表示说 由于美国失业率下降到3.3% 以及FED将通膨率上调到2.3% 这将促使FED上调利率在2%到2.25% 另外大摩则是表示说 FED会保持目前的升息路径 直到利率升到中性区间 而这要达到中性区间呢 得要在明年3月到6月升息之后才会发生 FED会保持下来